美國制裁中共兩家實體公司 歐洲理事會主席強調加快對烏克蘭的援助 杜魯多發聲中共政府欺壓黎智中國的人 應外交大臣張訪中或要求釋放黎智英 光致政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點觀察 我是麗文 今天是10月18日 星期五 下面是詳細內容 10月17日 美國宣布對中國和俄羅斯企業 和機構實施新制裁 因其設計、製造和運輸攻擊無人機 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中發揮了作用 制裁包括兩家中共企業和機構 廈門林巴赫航空發動機股份有限公司 和紅兔向亮事業深圳有限公司 同一家俄羅斯企業和機構 T.S.K. Rector 以及其總裁 艾爾·喬姆 米哈爾諾為其 武器貨庫 一名高級政府官員星期四表示 這些企業和機構 參與俄羅斯 應新旅繞系列遠程攻擊 無人機的開發 他們是在中國生產 並直接運往俄羅斯 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應新旅繞無人機 由中共和俄羅斯 國防公司合作設計和生產 曾被用來摧毀關鍵基礎設施 聲明指出 今天的行動 是我們持續努力 阻止中共 和俄羅斯企業 和機構和個人支援 俄羅斯獲取先進武器技術 和部件的企圖一部分 我們將繼續給那些 為俄羅斯軍事工業基礎 提供支援的人付出代價 這位高級政府官員強調 美國過去曾就這種合作 網絡向北京發出警告 駁斥中共聲稱 他們不知道此類網絡的說法 同時這位官員重申 兩家中國公司 直接參與生產和運輸 明顯是俄羅斯 對烏克蘭戰爭一部分的物品 而且這些物品毫無疑問 是流向西方 已確定並制裁的俄羅斯 軍事工業基礎的行為者 針對北京一方面 為俄羅斯軍工基地提供 軍工和物資支援 另一方面 否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行為 希望致性記者 採訪了台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 海南大學國家企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革博士 陳文革博士表示 有關中共一再強調 不選邊站的立場 聲稱沒有向俄羅斯或烏克蘭提供武器 但實際上 中俄之間的經濟和技術合作 特別是在軍事領域的合作 已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和威脅 尤其是在提供無人機技術 配件 被俄羅斯是違反 中共所聲稱的中立立場 所以中共這種言行不一的策略 體現了中共在外交政策中的矛盾 一方面企圖 與俄羅斯保持和深化戰略夥伴關係 另一方面由妄想避免國際制裁和孤立 因此 中共慣用的謊言 顯示出在當前國際局勢下 左右奉原的企圖 這不僅以削弱了其全球聲譽 還加劇了美國和歐洲的疑慮和反制 自2022年以來 美國已制裁了近100架位於中國和香港的企業和機構 其中大多數是軍民兩用物品供應鏈的一部分 俄羅斯可以將這兩用部件或商品改造為軍事物品 並備到對烏克蘭的戰爭 然而週四的制裁是首次針對 與俄羅斯公司合作直接開發 和生產完整武器系統的中國企業和機構 這位官員表示 西方的制裁正在產生效果 這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經濟 直接影響了他們獲得戰爭物資的能力 直接影響了他們所獲得的商品的品贈 另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 俄羅斯在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專案上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 然而兩國之間日益增長的貿易關係表明 他們正在繼續創新和規避 這就是我們也在採取制裁和其他手段的原因 就事件 陳文革博士也表示了他的看法 美國針對涉事中企的制裁 雖然不會立即壓制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援 但它具有象徵性的震懾作用 表明美國在俄羅斯戰爭的框架下 對中俄合作的警覺和反制日益加強 此外,這種制裁勢必會對中企的國際業務造成長期影響 並增加中共未來參與俄羅斯軍工生產的風險成本 而美國對中共的制裁行動 亦傳達重要意涵 就是任何參與支持俄羅斯戰爭行動的企業 都將面臨嚴厲的經濟後果 如此就迫使中共或北韓 在支持俄羅斯問題上更顧忌和謹慎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宇明的採訪報導 10月17日 歐洲理事會主席夏爾·密帥爾在布魯塞爾 和來訪的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舉行了會晤 夏爾·密帥爾呼籲歐盟加快 對烏克蘭的軍事及財政援助 以應對當前的迫撤需求 他表示歐盟將全力支持烏克蘭 並強調這一援助行動的緊迫性 夏爾·密帥爾說 歐盟站在你們烏克蘭裏面 無論需要多久 無論需要什麼 我們知道你們需要更多的軍事支持 和資金支持 這是一種迫在眉睫的需要 我們將做出適當決定 研判如何加快速度 如何做出更多努力 在軍事和資金層面 向烏克蘭人民盡快提供更多支持 習年斯基當日首晚將參加在波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 並在會中重申 烏克蘭希望盡快加入北約 以及加強本身安全和防衛需求的迫切性 並期待北約的積極回應 近日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出席外國干預聽證會 他稱加拿大華裔社區是外國干預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提到中共在加拿大設立警察站 突顯中共政府擴兜的本贊 以及欺壓來自中國的人 加拿大為調查外國干預所造成的影響 從今年春天起分量階段 舉行數十天的聽證會 數百人出席作證 本週三最後一名證人 是總理杜魯多 由於聽證會上有很多證人提到遭到 中共恐嚇和騷擾的經歷 杜魯多稱他們知道華裔社區 一直是外國干預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有律師質問杜魯多 為何中共在加拿大設立海外警察站 但這件事情 鄂泰華卻是猴之猴角 而且政府至今沒有逮捕任何人 也沒有因此驅逐中共外交人員 杜魯多稱當他知道問題後 就請公共安全部展開行動 至今司法單位仍在處理中 外交部也繼續跟進 他說 中共警察突顯中共政府愛挑釁好鬥的本質 以及他如何鎮壓來自中國的人 我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因此正使用所有工具來防止倒截他 這次聽證會起源是為了調查 中共干預 2019年和2021年的聯邦大選 之前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報告證實 現任國會議員莊文浩、 關維正和前任議員趙錦榮 都是被中共針對的目標 奧魯多表示這份名單上不僅有部首黨 還有他的政黨自由黨 以及其他黨的議員 在外國干預聽證會上 曾披露了一份政府文件 提到屋泰華不斷向北京 表達對於外國干預的擔心 政府文件顯示 自2002年9月以來 加拿大就相關問題 向中共官員交涉48次 其中31次提到外國干預的問題 有20次提到中共警察站 杜魯多曾經在2002年 20國峰會期間向中共黨魁習近平 就北京干預加拿大選舉問題 提出意見 沒想到還發生習近平東中 對杜魯多表示不滿的插課 即使北京否認對加拿大進行干預 但領導外國干預聽證會的法官 霍格今年5月公布第一階段的調查報告 其中已確認 外國的確有干預聯邦選舉 而各國中 中共投入最多資源 干預最為活躍 中國週四宣布 英國外國大臣林德偉 將於本月10月18至19日 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這次訪問標誌著 英國首相施紀賢上任以來 倫敦與北京之間緊張關係 首次出現緩和跡象 這次訪問 亦是在右翼工黨執政後 應縱關係恢復高層接觸的重要日報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在一份新聞稿中確認了這一行程 並表示這次會議為雙方確認 外交關係的升溫提供了機會 特別是在經過多年緊張局勢後 尤其是北京對香港民主運動的鎮壓 這次會談的意義更加突顯 今年8月 習近平與施紀賢進行了電話交流 這是自2022年以來 中英兩國領導人首次通話 與此同時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鳳 在9月亦表示 北京願意與倫敦恢復經濟對話 在2010年代初 英國首相卡梅倫曾宣度黃金時代的貿易關係 但隨後的雙邊關係 因北京對香港的控制而加劇緊張 英國政府對北京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的後遺 表示強烈譴責 並指出一些流亡人士在英國尋求庇護 除此之外 倫敦還指責北京進行網絡攻擊 技術間諜活動 以及侵犯人權 尤其是針對新疆的維吾爾族群體 據英國廣播公司 10月16日報道 這幾年在首相運搭中重申 確保英國公民黎智英 從香港監獄中獲釋 是其政府的當務自給 他在回應保守黨領袖 前首相身為乘慣於黎智英監禁是否違反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時表示 同意這是違約行為 並承諾政府將繼續向中方提出此案 黎智英於2020年參與抗議活動被捕 當前面臨審判 這一問題將成為 林德偉這次訪問中的重要議題 外界對她是否能推動黎智英的釋放 充滿期待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請到感激 等一下 請到聲明 為憑 請到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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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cub trapped 怎樣 請禁止 呼aros 感谢观看